很多人都担心 我不会 我都是不会心心 我都是四十几岁的人 还是人家哭起来 确实是很惨 更惨的是啊 几个月前 李家强和妻子李娟发生了矛盾 为了表白对妻子的爱 李家强从五楼上跳了下去 一跳了之后啊 到了可能到了几二楼 三楼都没感觉的了 都音质一下都很晚了 冬了一下 李家强伏大命大 从五楼跳下去 并没有摔死 只是手上留下了一点残疾 你叫桥楼是不是爱老婆的表现了 哎呀 不愿我回来爱老婆 这楼也跳了 心中对老婆的爱也表达了 其次李娟呢 反而带着女儿田田 离家出错了 李家强觉得呀 天都塌下来咯 痛不欲生的她 整日以泪洗面 直觉告诉李家强 李娟啊 可能红杏出墙了 我是四十岁的人了 我都晓得 人里这边 感觉浪漫的感觉 感觉出来是那个事 都是 无奈之下 李家强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岳母 希望他们能够帮帮自己 可当我们在麻将馆里 找到李家强的岳父岳母时 我们却听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一说起这个女婿 老人的气儿啊 就不打一出来 面对岳父的质问 李家强再也不说 是为了爱妻子才跳到楼 他给出了一个 让我们吃惊的原因 李家强觉得岳父岳母之所以 如此数落自己 就是为了掩盖他们女儿 红杏出墙的事 回到家里 李家强痛苦不已啊 因为李娟带着女儿甜甜 已经离家三个多月了 而这些日子 他简直就是肚志如年 李家强说呀 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别的男人 比自己更爱老婆了 为了证明自己对李娟的爱 她还向我们展示了她的证据 李家强告诉我们说 结婚十几年来 自己常和妻子发生矛盾 但是从来就没有真的生气过 他当时是啥大年 都什么张举座 张举座 张举座 是张举座 大兵 尽管妻子的脾气是越来越大 但是李家强还是想方设法来讨得开心 这个是一个魔术是吧 对 强不强 强比较强 这个表演给老婆看过没有 表演过来 表演过来就说是孩子 自己这么好的男人 为什么李娟就不懂得欣赏和珍惜呢 李家强是越想越不明白 越想越想不通 他甚至连夫妻间最盈利的事也想到了 李家强把自己从头到脚查看了一遍 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男人 妻子有什么理由不要自己呢 站在婚姻的十字路口 李家强选择了主动出击 他要用自己的诚意去打动妻子的心 对于爸爸的到来 女儿甜甜显得很不耐烦 李娟不在家 李家强就做起了女儿的工作 一个劲强调自己是多么完美的李家强 一看见女儿就说自己已经改好了 他的话让我们有些意外 女儿甜甜的态度让他很失望 所以李家强只好用家里的坐机 给李娟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 但是李娟说什么都不愿意见他 无奈之下 李家强只好再次做起了 女儿甜甜的工作 李家强的伤心 但是伤心之余 他还是决定顽强地面对生活 提高自身素质 给老婆孩子一个惊喜 然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李家强还是克制不住自己 让妻子回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第二天一大早 李家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李家强就急急忙忙地向李娟的住处赶了过去 李家强在李娟的住处敲门 没人开 打电话又没人接听 家里似乎没有人 但是李家强却坚定地说 妻子一定在家 他不开门啊 只是在逃避罢了 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这个时候 妻子的侄女李扬来了 于是李家强就跟着侄女一起 混进了房间 李家强的跪求并没有博得李娟的同情 说起这个丈夫 李娟握着一肚子的气 李娟说呀 自己不能忍受李家强到处去诋毁自己 面对李娟的话 李家强不知道为什么 无言以对 为了扭转颓势的话锋一转 又说起了自己辛苦挣钱养家的事 李娟说呀 最让自己受不了的 就是李家强动不动就要死要活 而且还到处说 那次跳楼是被自己逼的 把汽油全部交到我身上 我当时年轻都看不到了 我都去哭得 都得水滚子气息 我儿都在哭 他自己穿起衣服 我还认为他要出门 结果还把衣服穿起 所以公众家通常都直接都跳在下 李娟的说法让李家强无言以对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女儿田田的证实 他跟老金装不得玩 那个也没比他跟他很为高分的 他过去跳楼 李娟还说 自己和李家强生活在一起 简直就是痛不欲生 李娟更反感李家强 动不动就下跪的行为 他说他已经看透了面前的这个男人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李家强的岳母突然间赶了过来 戏剧性的一幕随其发生了 在岳母的一番数落下 李家强灰溜溜地逃跑了 李家强走了之后 女儿田田也表明了 自己愿意跟着母亲李娟一起生活的态度 到了这个时候 李家强精心扮演的好男人的形象 一下子土崩麻洁了 但李家强还浑然不知 他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回到家 他痛苦地用坐机拨打自己的手机 因为手机上的彩灵啊 是他专门为李娟设置的 做你的爱人 我一生最爱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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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世爱的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